HELLO 大家好,我是盈雪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2021年浪漫君英記的活動 這次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購買活動補品櫻花糯米糕 以及取得活動期間可以有附魔效果的頭下裝備 活動限制等級是30等,話不多說我們開始吧 活動地點在中央普隆德拉 可以看到普隆德拉變成了櫻花劑的場景 有些櫻花樹可以看到花木的對話泡泡分佈如圖 這種花木旁邊會生出花木的氣息,打它都是1 接著開攻速比較快的角色來打 擊倒後就會在那棵樹周圍掉落典雅櫻花樹枝 重生時間約是5分鐘 這邊就算沒有接任務也可以打 所以如果懶得跑來跑去也可以先打完一定數量之後 準備好典雅櫻花樹枝和紅色藥草再去解任務 首先是主線任務 我們先到普隆德拉北邊雕像後面找阿爾勒奧爾良 他會要求你給他15個典雅櫻花樹枝 交給他之後他會跟你說想要製作櫻花良善 再要求25個典雅櫻花樹枝 答應之後接取任務同時取得5個櫻花糯米糕 最後就可以跟旁邊的小雷購買櫻花糯米糕 一個1萬不能低買不能交易 櫻花糯米糕補30%的HPSP 只用後5分鐘內會增加對所有提醒的傷害5% 是不錯的補品 活動後會刪除記得要在活動結束前吃完 不過要注意他有限制販售時間 小雷只在每天早上的9點到12點和晚上的9點到12點上班 其他時間只能做捐獻 販售數量也會依照捐獻的典雅櫻花樹枝數量變動 再來就是製作櫻花良善 他剛剛有要25個典雅櫻花樹枝嗎 給他之後就可以取得頭下裝備櫻花良善 接著我們穿上櫻花良善 找旁邊紅頭髮的貓咪培針幫櫻花良善附模 材料都是10個典雅櫻花樹枝 總共有兩種附模可以選擇 春天的溫暖是增加物理傷害 春天的溫暖則是增加魔法傷害 選完附上去之後可以再繼續找培針再附兩次 總共可以附三次就是到三等 每一次附模都是10個樹枝 如果你要重置也是10個 這個附模是活動之後就會移出 它就會回到原本普通的裝備了 再來是製作有難度的櫻花墨鏡 跟阿爾勒對話他會要求15個典雅櫻花樹枝和5個紅色藥草 轉圍他之後他會嘗試製作櫻花墨鏡 如果失敗他會給你櫻花糯米糕5個 神功的話除了櫻花糯米糕之外 他還會給你服飾櫻花墨鏡 墨鏡的效果是 活動期間物理魔法攻擊時 有機率出發5秒內每秒HP加1000 出發的時候會有特效 神功取得櫻花墨鏡之後 我們的主線就結束了 可以開始接重複性的任務 第一個呢 我們可以用兩個典雅櫻花樹枝 跟阿爾勒換一個櫻花糯米糕 他就沒有限制時間 隨時都可以換 第二個就是抽獎的部分 跟旁邊的小顆對話 給他20個典雅櫻花樹枝 和5個紅色藥草 就可以籌取櫻花祭獎勵箱 這個一樣是會直接開在身上的 獎勵有去年的活動投資 補品櫻花糯米糕 增加最大HPSP的典雅櫻花樹枝 提升迴避攻速降低變勇的 華麗櫻花樹枝 還有中型生命水小型生命水 魔幻傷水萬能年糕 還有服飾職業強化石箱子 這些消耗品都不能交易 只能自己用 最後是BUFF的部分 可以找旁邊貓咪外觀的威威對話 給他5個典雅櫻花樹枝 就可以取得90分鐘的BUFF 力量櫻花樹枝是ATK加7% 魔力櫻花樹枝是MATK加7% 迅速櫻花樹枝是增加迴避率 完全迴避 減少攻擊後延遲變動湧場 基本上他就等於是 火力櫻花樹枝的效果 那這個活動的消耗品 都是不能交易 只能自己用的 基本上這次的活動 就是這個附魔的效果 強化石箱子 至於這個墨鏡 我覺得他真的不好當 做這個墨鏡 我有做2次成功的 也有做10次才成功的 沒有做成功就不能抽箱子 就太看機率了 就說這種活動可不可以不要再辦在中央了 人太多了 而且我還一直點到NPC 真的很氣耶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